這個肉片的單價應該不是很高 就是一個非常便宜的肉 今天你有本事把我店裡被人家是這麼吃完 全場這麼標籤 源自泰國曼谷的流水蝦餐廳 主打在客人桌旁設置水道 可以直接撈起活蝦吃到飽 噱頭十足 這也讓國內不少腦筋動的快樂業者跟風引進 讓流水蝦餐廳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這間在桃園中壢的泰多蝦流水道夾蝦場 號稱是全桃園第一間流水蝦餐廳 標榜兩小時的用餐時間內 除了可以無限制的現撈新鮮泰國蝦 店裡還有飲料、肉片、海鮮等自助區可以吃到飽 店家晚餐時段含清潔費 每個人要價689元 聽起來是不是豪棒棒感覺給他很划算 只是從年初開幕至今 雖然吸引不少人前往嘗鮮 但仔細一看 店家的Google評論負評好像有點多 包括水到蝦子太少 水質混濁 還有烤盤不夠大 蝦子只能裝熟 根本吃不了幾隻 另外自助區熟食選擇炒 海鮮類不新鮮 收了50元清潔費 卻要自行清理桌面等5大地雷 所以蘋果新聞網就帶著型男主廚H先生 上門來個突襲試吃 當公道伯評評理看是不是和網友說的一樣 真的那麼雷 進去都開始算時間了嗎 沒有 你開始卡來開始站 等一下跑蝦就是加什麼 加什麼鹽巴條 我加的話會跑蝦 雖然水道裡偶爾還是會有意識不清的蝦子 但記者觀察 不曉得是不是人氣下滑的關係 禮拜五晚餐巔峰時段店內並未滿座 老闆捕蝦和清理水道的次數還算平凡 似乎何謀有評論的有些出入 就我跟之前吃其他家來比的話 這邊其實補蝦的次數其實算是很多次 也不至於讓那個池子裡面缺蝦這樣 水質其實算是蠻乾淨的 而且很透明都可以看到每一隻蝦在哪個位置 這蝦子剝起來其實算是蠻新鮮的 而且它的外觀看起來也是很乾淨 沒有任何的髒東西在上面 而且它的蝦殼其實剝起來是很順的 不會黏蝦肉 而且它的肉質其實算是非常的紮實 它烤爐它其實是用瓦斯爐的方式去做烤肉 烤爐也算是蠻大的 如果向店家反應烤盤不夠 還可以多加一組卡士爐和烤盤 應該是不至於吃不飽 店裡的熟食不多 只有滷肉飯和少量炸物 但是吃起來好像就不像蝦子一樣及格囉 吃進去第一口發現這個滷肉飯其實真的是蠻鹹的 一般南部跟北部的滷肉飯吃起來都是帶點甜味跟香味 但是這個滷肉飯真的吃進去都只有醬油的死鹹 這甜不辣我吃進去第一口 我就不會再想吃它了 它看就是要放在旁邊沒有人管它 已經放一整天 咬下去已經一點嚼勁也沒有 一點Q度也沒有 吃進去的感覺就只有那個果粉的味道而已 夾起來感覺就軟軟爛爛的 很像前幾天沒有賣完 就很像一般外面超市看到那種不是很新鮮的那種海鮮 整個就是很不新鮮的感覺 它這邊的肉片去夾的時候夾起來的感覺是直接零零散散的這樣 而且非常的薄 感覺就像是用琥珀肉片 所以我覺得這個肉片的單價應該不是很高 就是一個非常便宜的肉 最後讓不少網友氣噗噗的就是用餐時 明明每個人收了50元的清潔費 但用餐過程卻要自行將蝦殼還有垃圾拿到回收區自行分類 所以讓許多網友無法接受 也要去洗啊 桌子我也要去洗啊 我們就是本來就沒有說服務 對 那我們就是自己家自己考 已經講好的 而且我也公告在店裡面很大的一個很新墓的地方 收費的標準 可以接受 我們歡迎你來 他能接受 那就隨緣吧